大家好,我是Stan 之前有给大家介绍过 公开12年来自己遭到的校园霸凌 被网网称为是现实版的 Klody事件的受害者Pio Yeh Lim 今天离开这个世界了 根据警方表示 10月10号下午12点57分左右 警方接到了在釜山的圣珠谷水源池 一名女性溺水的报警电话 紧急救援队立即赶到现场 进行了水中搜查三个多小时后 发现了一位女性将她送往医院 但她已经心脏停止 不治身亡 经过身份确认 溺水的人就是Pio Yeh Lim 一开始她透过YouTube影片 公开小学中学高中12年来 持续收到了四位加害者的霸凌 NPC电台也报道了这件事后 在韩网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但是在公开自己遭到的事情后 Pio Yeh Lim反而被加害者们 以事实民事民运毁损给提高了 事实民事民运毁损的意思是 虽然事情是事实 是真的 但是在网路上公开毁损了自己名誉的意思 这也间接说明了 加害者们自己也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事情 而就在离开之前 她在YouTube上传了暗示极端选择的影片 2022年2023年这两年我被提高了四次 委托律师的费用就花了2000多万 也有YouTube频道一直狙击我 我也收到了很多人的人身攻击 这程度非常严重 甚至他们还主张校园霸凌是假的 我已经无法忍受这样的痛苦去克服它了 没有什么可以让我继续活下去的理由了 请不要放弃我的案子 在这里提到的人身攻击主张霸凌是假的频道 就是这两个频道 其中这位是一位霸凌嫁害者的亲哥哥 今年4月 朴元年曾经还发起了一项国民情愿 要求废除有利于霸凌嫁害者的霸凌诉讼时效与事实民事民运毁损 所以这个悲剧让人感到更加心痛 诚恶杨是在童话故事或电视剧中才会出现的故事吗 我举报了导致朴元年离开的那家伙做的YouTube频道 为什么只有受害者承受痛苦 那些霸凌我的人都去了大公司上班过好日子 我却背后一症折磨患有人际恐惧症 整天待在家 当时我还想 他这是鼓起了多大的勇气 真的很了不起了呢 太令人心痛了 所以说人们是希望受害者什么都不要做 只是默默忍受 如果受害者收尾站出来 他们就会贫瘠质问 受害者能这样吗 为什么这么嚣张 然后会编造奇怪的谣言 最终把事实都否定掉 朴元年离也是一直在电视节目中露面 也做了YouTube账号 因此也成为了攻击的对象 真的很沮丧 愿试者安息 希望家里者们生下的人生 实在痛苦中有病长受 受到天前 孩子啊 希望你在那个地方 忘却这一生 过得温暖而平安 对于这个世界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